今天我们来说个极端的,日本最穷的少女组合,蒸汽的少女。蒸汽少女组合活跃在秋夜园,是一个平均年龄18的食人组合。 他们每天都会有固定演出,粉丝量也已经很多,但是其中四个成员,因为没住处也没钱,只能挤在事务所楼上生活,这里没有配备厨房,只能把电饭锅放在厕所里。 不过房租倒是低连,每人每月只需要三万多日元,1800人民币左右,由于收入实在是少,所以他们常常买不起日用品,就只能拿保鲜袋当化妆包,还拿保鲜袋当钱包,连日用品都买不起,就更不用提昂贵的化妆品了。 比如姑娘们拿出火柴,然后擦了一下点着了,接下去的一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,居然用烧过的火柴当煤笔。 真是又好笑,又心酸,没笔没钱买,粉底也同样不舍得买,所以只能拿面粉来代替。 他们还说,面粉不仅便宜,在黑黑的剧场里,其实看不出来,让人感觉心疼到想哭,包括纸巾在内的日用品对于他们来说,都是一等一的奢侈品。 上面也说了,因为没有厨房的缘故,所以做饭都是在马桶上面进行。 而且他们的做饭是真做饭,因为只是做个米饭,并没有菜,连饭碗都没有,只能用放关东煮的塑料碗装,唯一的配菜是盐巴。 女孩们说,把盐放在饭上晃三下,这样出来的饭口感是最好的,偶尔有钱奢侈一下,也只是在饭上打个蛋而已。 虽然只有白饭加盐巴可以吃,但姑娘们还是不忘。 给这贫穷的生活加点色彩,他们会在饭后吃甜点,一根吃了很久很久的棒棒糖,他们规定自己每次只能舔三口,就是为了过过瘾,然后再把糖包回去。 四人虽然是如同家人一般生活在一起,但是各种生活用品,四人物品都得写上名字,因为彼此不仅是队友,更是竞争对手。 就连饭后的餐具,都是由当月粉丝,投票最少的成员收拾,清洗。 这三个月由队长新史在做,不甘心,好想成为第一,大家都是强力的竞争对手呢。 为了给予队长新史一些鼓励,节目组决定联系新史的妈妈,过来观探新史的演出,借此机会新史的妈妈,来到了女儿居住的地方。 这是妈妈第一次,来到女儿在东京居住的房间。 然而看到女儿和队友一起居住的狭窄房子,凌乱的空间,以及在厕所煮饭的电饭包,在这事,在无法想象的场景面前,母亲陷入了沉默,离开女儿住所的时候。 母亲对节目组人员说,看到这样的场景,内心很想带走她,但是看到她本人的干劲,作为母亲也很欣慰。 第二天中午,在正式演出前,母女二人久违地在公园里一起享用午餐,母亲一直在询问着女儿东京的生活状况,但是女儿一直回应,没问题的。 陈立良就母亲说道,什么时候想要回来了,就回家吧,你还有个家可以回的哦,也许只有现在可以做了。 所以努力地加油吧,两人的一番交谈,似乎让彼此的心情也传递给了对方,然后正式演出个开始。 看着舞台上元气满满,为了自己梦想而努力的女儿,母亲开心地笑了起来。 好像还有人呼喊女儿的名字,好厉害的样子,居然有粉丝了。 亲自感受到女儿有所成长的母亲,也安心地回老家了。 争气少女还有一个竞争对手,就是另一个组合爱丽丝十号,有力落到了第二位。 所以,爱丽丝十号的危机感很强,一直在为新歌积极排练,需要能够挽回人气,重新回到首位。 因此,在当天演出完后,继续排练。 直到凌晨三,四点都是很常见的事情,而且,即使在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下,他们的收入依旧很低,入不敷出也是家常便饭。 在早前的一个节目中,NHK的记者就曾去宿舍,采访过爱丽丝十号的成员。 这个由经纪公司准备的房间,十多平米里住了五个女孩,房间不可避免地拥挤而凌乱,由于收入非常低。 所以,对这些女孩来说,生存要比出名重要的多得多,这些在窗台上养着的,写着名字的动苗,并不是养来为了玩的,而是当作蔬菜吃的。 在开始晚上的演出之前,成员们还会亲自上街发传单,只为了可以拉到更多观众,他们一个月举办近三十场演出,收入却只有三至四万日元,这往往不够支撑生活。 所以女孩们还会在外面打工,在组合刚出道时,甚至出现过每人每月,只分到138日元的情况,连转账费都比这多。 演出和训练的强度都很大,虽然女孩们都很年轻,但也依旧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。 她们不得不在身上贴各种膏药,来缓解肉体上的疼痛,不过女孩们丝毫不介意苦痛。 对于她们来说,这是都是为了实现梦想,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 对于这些女孩追求的梦想,许多父母都不是完全知情的,她们只感觉女儿在做喜欢的事。 还有一部分知道的父母,也基本都表现出支持和理解。 毕竟这是孩子们的梦想,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,即使将来可能无所成,但至少不后悔。 说完爱丽丝十号,现在的国民偶像团体AKB48,其实当初也是地下团体,同样经历过魏四的生活。 从2005年成立,直到2010年才正式走红,也许正是有着这样的希望在。 这些地下,偶像们才能为了自己的梦想,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吧。 在我们的认知中,偶像都应该是光鲜亮丽,时刻处在照明灯下,走到哪里都保镖成群,前呼后应。 但是在日本,有着这样一群人,他们中有很多还是未成年人,他们没有人气,也无法在媒体和电视上露面。 为了生活,不得不几个人挤在一个十平米的小房间内,他们就是日本的地下偶像。 日本的地下偶像,多是以十几二十岁的年轻女性为主,他们大部分属于小型经纪公司,有的连公司都没有。 我们都知道,偶像是需要宣传和包装的,但是地下偶像大部分不具备这些条件,他们需要自己做宣传,自己上街上发传单,因为没有销售渠道。 所以他们在演出的时候,售卖周边和进行线下粉丝交流,线下粉丝交流,从原本一开始的握手。 拍照,逐渐演化出不同的项目,每个项目都明码标价,甚至还会有粉丝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。 只要两个人谈好价格,过分的要求,地下偶像也会满足粉丝,比如让偶像与粉丝睡觉合影。 有些粉丝会要求偶像踩着头,进行合影,更过分的,甚至摸着偶像的胸部合影。 他们不算是明星,但却不能否定他们的理想,娱乐圈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,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就是因为想要成为明星的人,实在是太多了。 除了大家非常享受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之外,主要就是明星的赚钱非常的高,但是事实告诉我们,大家可能对娱乐圈有所误解,娱乐圈当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。 对于流量比较高,而且知名度比较高的人,他们的片酬是比较可观了,但是那些没有知名度,或者是刚刚成团的,他们的工资非常的有限。 比如说,SNH48女团工资曝光,里面的成员抗诉吃不起饭,很多网友吐槽,还不如刷盘子,来钱来得快。 从聊天记录里面,我们可以看到,很多人都在吐槽,说工资还不如大学退得宿舍费高,也有人说比读大学的生活费都要低,由此可见,工资可能也就是在2000块钱左右,而且如果出现缺钱的情况, 可能还会从中克扣这件事情,其实在杨超越身上就得到了证实,杨超越刚刚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,他就曾经说过,自己之所以会参加集团选秀,就是为了2000块钱包,吃包住。 可见女团的现状和大家想的,真的是有很大的差距。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选秀成员,他们都是家庭非常富裕的人,因为他们不用担心养家糊口的问题,只需要去追求梦想就可以了。 每个人都有追逐梦想的权利,只不过走的路不同而已,在渺小的偶像,始终是通向真正偶像的第一步,不管是否成功,至少勇敢地去追求,哪怕失败了。 人生也不会留下遗憾,但是追求自己的梦想也不要太执着,要量力而行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。 好啦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走进人世间,传递正能量,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